我們最近古堡又有出了一個我個人超級喜歡的 就是這一瓶蘋果髮醋頭皮進化液 尊治臭頭 也不知道說他尊治臭頭 所以你小孩頭很臭的這個可以小孩自己用 我們很多就是我們的客人他們就是會傳給我們 他們是小孩自己在洗的照片給我們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以往老一輩有一個說法 就是你用醋洗頭 就是可以讓你的頭皮健康 你有聽過嗎 有 而且我身上是除臭醋就是除臭 除臭醋流頭 然後可以促進頭皮健康 但這是坊間的那個秘方 但是呢如果你自己來使用的話 會有一個風險的原因 是因為你們不知道那個醋跟水的比例要抓在哪邊 因為他你的頭好像會有傷 會傷頭皮 對你反而會造成過度的清潔 所以你這一個產品就因運而生 是在你洗完頭髮之後你再多一道程序怎麼做 因為他剛好的頭是用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我自己在使用的時候就是這樣 一條一條一條這樣 然後按摩 你就會發現他會起泡 你剛剛洗頭你自己以為你有沖乾淨 但是其實並沒有 對有時候你可能因為懶或者是你就亂洗 他其實都是你原本的那一些洗劑的殘留 然後他幫你把它透過醋水去帶掉之外 在那個醋的那個作用去讓你的頭皮更健康 還原你的PH值 你的頭皮只要是在一個健康的PH值下 他其實生長就會比較健康 要的是他其實還需要到潤絲耶 他就可以讓你的頭髮 非常地柔軟 因為醋其實他本身就是可以柔軟 嗯 他的功效是可以柔軟 那其實你們可能會覺得 他醋那聞起來會不會很痠 很臭 然後NO好不好 這個味道呢 我們也是 真的是選過他的那個味道 我們是用那個蘋果醋去 達到他的那個蘋果濃香味 因為蘋果醋其實他可以到了深層的清潔 然後他也可以幫你去油味 然後因為醋的成分 他可以去活化你的頭皮的健康的環境 所以這個有點像是我們在邊洗頭的時候 邊做二度的清潔確認 以及做再Double的保養 所以這一瓶也是我自己很推薦的